電腦及互動娛樂 我是Kenneth 我讀電腦及互動娛樂 這科的特色 主要是挺有趣的 很多互動的東西去玩 一邊透過玩做一個學習 所以這個就不同以前 以前就是死背書 背的理論 而這科是很多老師教一些應用層面的東西 我們可以直接做出來 直接可以看到有什麼效果 有什麼成果可以做出來 這就是我喜歡的東西 今年就再引進了MOCAP 和AR眼鏡 給同學可以用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我叫Yan 今年是AirFeed 讀電腦及互動娛樂 學校資源也有很多客 可以體會如何控制 一些3D人物的動作 平時我都喜歡玩遊戲 我覺得認真去體會遊戲如何製作出來 真是挺好玩的 之前我們在資料搜集不足 這間學校的老師幾熱心 會幫我們找一些資料 然後提議我們有什麼新的想法 我可以用AR眼鏡 配合我自己創業的想法 去表演比賽和呼發計劃 現在這個教授非常好 他不時幫助我們 經常問我們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而且他還給了我們很多想法 brainstorm這個創業計劃 如何去改善 去外面比賽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 例如評審會看什麼 我以前打算做一些 Party Room再加AR的事情 但聽完教授說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Party Room在創業方面 比賽方面就不太好 因為外面看 是看一個有爆發性的收入 而不是看一些有局限性的 很容易封頂的一個收入的業務 所以我們要想的事情 可能要集中AR的部分去表演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建議 畢業之後 我打算一邊創業一邊自己做事 去外面做事 都會在電腦IT方面去發展 例如Coding或者AR的方向去發展 或者Unity的方向去發展 這方面 另外再混合創業的想法 去做一個創業 兩邊去做